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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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今天在大法官的視線當中 明確指出要保障公務員的健康權 為什麼訂不出公司上限 給予主管機關空白授權的結果 都會讓各地方主管機關直接解套 用行政獎勵作為加班補償 根本就是對我們和辦公務員的一種侮辱 台灣社會勞工數千數百種的職業 都訂了出公司的保障 為什麼我們萬能的行政院無法制定出來 我們今天找了兩名弱法的代表 未來展現我們要徵修法的決心 不要修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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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上限入法 公司上限入法 加班不換加獎 加班不換加獎 我們從這個禮拜一開始 就在行政院移入了苦後 苦後健康權 苦後我們的公司上限 苦後我們加班不要換假獎 今天來到第四天 現在立法院正在進行黨團協商 目前行政院考試院所提出來的版本 沒有任何的公司上限 這將會導致 所有人班的公務員 加班加到數百個小時 都沒有關係 像是現在消防員 每個月加班至少一百八十個小時起跳 甚至 律政人員加班七十六個小時起跳 都已經遠遠超過勞基法 甚至 我們公務員全序部 自己所做的過勞時指引裡面 重度工作的標準 我們呼籲立法委員 能夠審設來處理 這個攸關全國公務員的 公司健康的法案 因為這個法案一定 非常有可能 現場所有的輪班公務員 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 你的健康就被決定了 公務員更是撐起整個國家的 治安、救難以及治法 但是我們全台灣 最大的冠老闆 也就是我們的中華民國政府 長期卻忽慮 而且壓榨我們的同事 使得一切都以機關優先 以公事為重 所以警察、消防、罰警、 御政 還有其他的公務 都必須燃燒自己的健康 犧牲家庭生活 而我們預證 更是司法系統裡面 最被護士的一個環境 沒有公時上限 機關想叫加班就加班 但是呢 同仁出了事 卻又不被認定為公使 預證人員已經發生過 太多太多這個態勢 我們代表會法的同時 我們要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消防員 全台灣只有一萬六千名 每一天都必須二十四小時的 在我們的分隊出勤工作 每個月的工作時間 高達三百到四百以上的工作時數 也就是說 如果有一般勞工而言 我一個月的上班時間 就等於上了快兩個月 三個月的班 甚至在這個疫情當中 大家每天下午兩點 所收看的這 上萬名的確診案例 也全部都是由 我們消防員來負責載送 所以剛才 我們的代表楊市委 所提到的七百個 加班的時數的小時 並不是要說錯 也不是要記錯 消防人員 在疫情當中這三年來 正是因為防疫的緣故 每一天的加班 甚至到現在 有非常多的警察 消防預證人員 為了繼續維持 第一線國家的安全 而確診 面臨確診之後的第一個問題 就是 我這個二十四小時 不停運轉的消防隊 不能夠關門的派出所 要怎麼繼續運作 那就只剩最後一個方法 就是讓 還健健康康的人 持續上班 上班要確診 曾經有一名學弟問我說 為什麼我們這些 正式受關的警察人員 我們的加班費 比政府規範的最低的 基本薪資的加班費 還要低啊 一百五十塊 一百五十三塊 這合理嗎 為什麼我們沒有所謂的 加班加成 為什麼我們沒有所謂的 夜間加成 為什麼我們加班費的計算方式 卻捨棄了所謂的 讀租管加急 進行加急 才導致我們加班費計算的基數 會這麼的低 也就是為什麼 公務機關會希望 公務人員不斷的加班 因為你們的加班費 非常的低一點 非常的好用 那我們的落法已經結束了 那我們會持續在這邊來苦後 一直到二三讀這個法 修完為止 我們希望立法院租一百一十三位委員 都可以聽見我們的心聲